大家好,今課是第一課跟大家講數的 在講數之前,第一件事當然最好就要了解一下我們平時講的日常生活用到的數字 究竟整個系統是怎樣的呢? 基本上數字的系統,如果到初中的課程來講 都可以由這個表裡面的數字組成的 不用怕,我們日後就會慢慢逐樣逐樣講的 第一件事,一開始我們會由這兩個開始講起 分別是正整數和零開始講起 很簡單,大家都很熟,對於數個數幾個蘋果 即是原筆1,鴨子2這樣數 例如這裡有5個蘋果,1,2,3,4,5,5個蘋果 下面我們會用到一件事,就叫做數軸 或者叫做數線 數軸或者數線 那它在說什麼呢? 就是一開始,如果一個蘋果都沒有的話 那這個就叫做0,對不對? 然後1,2,3 在這條線呢,就已經標明 究竟我想有多少東西可以數得的數目 全部都在這裡 那就寫在這裡,1-5 那如果我想顯示我有5個蘋果的話 那就在5這裡做一個標記 例如在這裡打個交叉這樣 那這個就是指示我究竟有多少數目的一種方法 那這個是一個起點的第一課 那之後呢,我們就會下一課又會由這裡開始繼續 就算了